我们来做基本范例第三题 玄碧梁的净粒分析 集中负荷加均步负荷 一个长度为10公尺的方形减面玄碧梁 减面5公分乘以5公分 在端点受到100牛顿的力 往复Y方向 在5公尺这里 受到100牛顿米的均步力 仰式系数3乘以10的11次方 那我们算出来理论解 位移负的0.33052844 那我们开启零件 我们已经做好零件1 开启 它的减面是5公分乘以5公分 长度是5公尺 确定 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组合键 我们先找出原点 载入零件1 对准原点 载入零件2 与它平行 我们局部显示这里 我们要做结合 选择这个面 我们转过来 我们先缩小 转过来比较好转 选择这个面 做结合 我们选择这个面 还有这个面 做结合 我们选择这个面 选择这个面 还有这个面 做结合 确定 接下来我们开启一个新的专题 类型是静态分析 确定 接下来我们要定义它的材料 它要用材料 我们先选1020钢 自定 弹性魔术 3xs的11次方 普通比0.3 确定 设定完毕后 接下来我们要设定夹持和负材 我们局部显示这个面 夹持 选择这个面 给予固定 确定 接下来我们要设计中力 我们把这个面旋转过来 我们缩小 比较好转 我们要把歪 歪走向上 选择这个面 选择 选择天基准面 选择歪方向 反向 100牛顿 确定 确定 设定完毕后 我们局部显示这个面 我们要设定 然后设计音 多兄运动 我只不就能够 选择看 这个面 方法 选择过来 选择在里面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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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alone 设计完毕后,我们来分网格 网格化后直接执行分析 确定 分析完毕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 位移 显示 定义 我们要看UI的位移 公尺 确定 它的值是负 3.298 10的负 1次方 就是负的0.3298 我们也可以做 列出所选择的 列出短点的这个面 我们回来零件这里 局部显示这边 我们旋转一下 选择这个面 更新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UI的位移 负的0.32977 跟材料力学 负的0.330 很接近 那我们也可以做 图标选项 把它的最小注迹和最大注迹打勾 浮点 小数点下两位 确定 这样它的值会比较容易看 它的值 最小值是负的0.33 跟材料力学 算出来的值是很接近的 那这是我们第三题 悬必良的精力分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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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